恭喜 把名額增加了兩倍 所以今年從宜蘭一直到屏東 總共有九個縣市 不辭辛勞的 因為其實以前是兩天一夜 那今年因為疫情只能辦一整天 還有父母親都陪著來 搭車陪著來 所以我們有來自九個縣市 43位的 從國小到高中 剛好性別也是一半一半 所以我們性別非常平均 我們其實對一些比較特殊的兒哨 有一些保留的名額 譬如說聲音障礙朋友 或者是原住民小朋友 或者是新住民的小朋友 那今年有一位原住民的小朋友來報名 我們非常非常的開心 希望明年有更多的不同的小朋友 來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那除了參加這個活動 能夠讓孩子們知道 電視節目製作的一些辛苦的過程以外 我相信他們的意見 也能夠在家買給國內的電視台 製播這一些青少年的節目 或是兒童節目的時候 有更好的回饋 在營隊主持人的帶動下 來自全國各地的國中小與高中生 熱絡的互動 先進行兒哨節目冰果大作戰 了解學員有看過哪些兒哨節目 一日的營隊課程中 美觀也安排講師 分享兒哨節目製作的甘骨壇 讓參與的學員收穫滿滿 我覺得講師講得很好 就是關於兒哨節目 應該要有兒哨自己來做決定 因為兒童權力公園裡面就有說 兒哨應該要知情權跟表役權 那我們透過我們的方式去決定 我們想要看什麼樣的節目 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而且就是像美觀他們開創這個先例 就是有賠力兒哨評審 那就讓更多年齡層的孩子 能夠知道說原來我們能有這個權力 甚至是我們可以為自己的權力發聲這樣 美觀多年來持續舉辦兒哨節目五星獎評選 近年來也觀察到兒哨節目製作 大環境的辛苦與挑戰 但美觀表示將持續扮演推手與平台的角色 透過兒哨評審陪令營隊的舉辦 讓兒哨觀點有發聲的機會 而這次營隊能夠順利舉辦 美觀也特別感謝中家寬平 慶蓮港督贊助支持這次的活動 我其實真的要也非常感謝就中家集團 他們願意再花一些力氣在支持我們賠力 這一些這個小學的小學生跟青少年的這個上面 能夠真正讓我們的小朋友青少年 知道製播過程的時候 願意把眼球再放回來我們的電視節目 那這樣就可以直接從樂聽眾的這個角度 直接鼓勵很好的節目 美觀指出透過年度兒哨節目五星獎評選 與兒哨評審陪令營隊的舉辦 將持續擴大兒哨朋友的參與 同時也讓節目製播單位 能瞭解兒哨的想法與關注的話題 鼓勵製作出更多優質的兒哨節目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